骑摩托车 三年前郭刚堂开始骑着摩托车寻找儿子 车后面插着两面骑 上面印着儿子两岁时候的照片 老郭每次都会选择不同城市 寻找这座城市最繁华的地段 这些地方流动人口多 或许能有一些线索 为了找儿子 老郭不再无花销 他也经常风餐露宿 无数次的扑空 也遇到过骗子 1999年的一天 老郭还遇到了人贩子的危险 我一看那个死亡 就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杀腿都抛 抛的时候把蟹都抛掉了 抛的时候就得好几粒地了 才把他们摔掉 而最令老郭难忘的一次经历 发生在2000年 那一次老郭在西南的大山中迷了路 那时候我很充满了路 新年 又是个人 有整套思维的人 一个人都见不到的 跟一个亲 孩子呆着的大山 可能是在这个晚上的时候 这里是大家看法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叫郭刚棠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12年来 他的生活 他的经历 让大家听了之后感慨良多 老郭的家在山东省辽城的成交 平时就开拖拉机维持生活 1995年 他的儿子郭震出生 虽然这个家不富裕 但是孩子出生之后 也挺幸福美满的 而这些幸福 在两年后的1997年10月的一天 彻底的消失不见了 这天晚饭前 老郭的妻子就发现 在门口 一直在和小朋友玩的儿子 不见了 赶回家的郭刚棠 立即开始四处寻找 据当时和郭震一起玩的女孩回忆 郭震是跟着一名年轻女子 走出了村子 老郭分析 骗走了 随后向派出所报的案 然而连续多日 孩子依然